奥斯卡和唐三终于展开交手了 由于唐三在蓝银草觉醒后样貌大变 再加上和宁龙龙的各种亲密举动 奥斯卡也是吃醋不已 之后奥斯卡出现在唐三面前 使用了复制魂技攻下了唐三 这里奥斯卡这个动作非常的有趣 看起来就像是在跳街舞一样 街舞少年奥斯卡也是被实锤了 此时的奥斯卡由于戴着帽子 再加上使用的是未曾见过的魂技 所以唐三第一时间也并没有认出奥斯卡 而在面临着奥斯卡强大的攻击下 唐三也是丝毫不敢懈怠 直接发动了蓝银草进攻防御和攻击 在唐三和奥斯卡的对战中 虽然唐三并没有使出全力 但是奥斯卡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了 而随着唐门暗器和蓝银草等标志性物体的出现 最终奥斯卡和唐三才发现了对方的身份 这场大战也才迎来了结束 随后再回到学院之后 奥斯卡也是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而脸上的刀疤也是导致奥斯卡迟迟不肯露面的主要原因 但是宁荣草又岂会关注这一点呢 在唐三等人的劝导下 奥斯卡最终也打开了心血和宁荣荣相见了